俄军侵略乌克兰近两周因为后勤补给等因素 工程速度并未如预期快速 双方谈判了两次都没有明显停火的成效 而战争什么时候能结束 普廷昨天则是呛瞎 必须要等到乌克兰停止对抗 以及答应非军事化等要求 而第二大臣哈尔科夫昨天也呼应普廷的威胁 遭到反复严重炮击 CNN报道 美国国防官员就表示 俄罗斯已经投入了9成5的兵力到乌克兰 而且不止自家兵力 俄罗斯也找来境外人士参战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根据4名美国官员透露 美国方面评估 俄罗斯想要借重叙利亚佣兵在都市站上面的专长 最近一直在叙利亚招募佣兵 并且提供给他们折合新台币 大约5600元到8400元的薪水 到乌克兰半年担任警卫 想要借此成功夺下基辅 而在今天稍早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证实了 乌克兰大城市的文尼查最大的机场 已经被俄军摧毁 下一个炮击瞄准的城市则是敖德萨 现在乌克兰国防部更是说 目前俄罗斯包括战车以及机械化步兵等等 正在朝着基辅较外推进 准备对首都全面进攻 而大城市苏梅哈尔科夫等大城市 也都是俄军瞄准的重地 而根据之前CNN的报道 有西方高阶情报员就说 莫斯科恐怕将会用最粗暴的方式 狂轰乌克兰的城市 直到他们屈服为止 未来恐怕会酿成更严重的平民死伤 不过二星社报道 应马克宏和普廷通话之后的要求 俄军在今天台湾下午时间三点 会对乌克兰首都基辅 以及马力波哈尔科夫苏梅等大城市停火 开辟人道走廊提供平民撤离 与此同时 乌俄第三轮谈判也急张展开 这次包含首都基辅的停火消息 是否能影响双方的谈判 为乌克兰战事带来转机 或者会如同第二次谈判时 停火不到数小时又再度开火 牵动乌克兰战局未来的变化 记者吴宇晨整理报道